中和国小的学童们玩着各项游戏 开心的表情 愉快的笑着 童年的这一刻相信能给他们最有回忆的儿童月相关活动 为了让这一群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欢度儿童月 校方准备多项活动要让他们能够用力的玩 就是今天是上下课的翻转 为了庆祝儿童节让我们的孩子 今天能够上下课翻转 让孩子能够开心一点 那另外我们其实非常强调的是 同学们跟同学们之间的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孩子很早就起床 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他们平常在家里玩的玩具 今天能够带到学校来跟同学分享 中和国小儿童节上下课大翻转正式开始 我们祝福中和国小每一个孩子儿童节快乐 新北市政府将四月份定做是儿童月 欢乐礼物猴蓬牌 是朱立伦市长送给新北儿童的过节礼物 由各校自行来采购 郑寿学生的小礼物 那总和国小发挥创意巧思 满足孩子过节的需求 那当然在这里我真的很感谢校方 尤其学校的用心 不管是校长也好 或是我们各次数的主任 还有我们所有的老师 为了今天这个节日 让小朋友安排了这么多的活动 我知道今天一共大概我们有十个关卡 有十个活动的一个大的区域 那小朋友今天可以尽情的欢乐 童年只有一次 能够让孩子们留下最美的回忆 中和国小用心安排 看到孩子快乐玩耍 享受学习乐趣 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童年礼物 书位天空新闻 中和报道